跨年喽 狐狸猫和小树蛙相约到海边的公园溜冰 发现有人正在施放美丽的烟火 只看到烟火被放置在地上 用火柴点燃引线 火一路由引线的最下方往上烧 过了几秒后 烟火笔直地朝天空发射出去 小树蛙好奇了起来 烟火为什么能够从地面飞向天空呢? 这一切要从牛顿观察到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说起 什么是反作用力呢? 狐狸猫先卖了个关子 指着身边的大石头和小树蛙打赌 小树蛙绝对推不动这颗石头 小树蛙一听 不服气地马上用双手全力一推 只看见石头闻风不动 但小树蛙却向后滑 晃了几下差点摔倒 狐狸猫看得哈哈大笑 为什么刚才小树蛙推大石头时会向后滑呢? 不是应该是小树蛙对石头施力吗? 原来 当小树蛙对石头施作用力时 石头也会同时施一个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的力在小树蛙身上 这个力叫反作用力 小树蛙就是因为这个关系而往后滑的 只要有作用力的存在 就同时会有反作用力的存在 解释完后 狐狸猫突然神秘兮兮地说 偷偷告诉你 我能预测未来哦 而且你也会 小树蛙不相信 直到狐狸猫举了一个力 让小树蛙预测 小树蛙才大笑起来 是什么例子呢? 让我们赶快看下去 现在小树蛙知道了反作用力的存在 可是他想不通要怎么证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大小相同 回家后 狐狸猫找了一张靠着墙面 光滑的水平桌子 又拿出A、B两个相同的棒秤 让秤盘面对面接触 侧放在桌面上 并让A棒秤的底部紧靠墙面 接着 他请小树蛙用手推推看B棒秤 小树蛙慢慢地推着 发现两个棒秤的指针竟然同步地转动 最后一起在读数为200公克时停下 狐狸猫得意地说 你看 B棒秤推A棒秤的作用力读数是200公克 同时间 A棒秤推B棒秤的反作用力读数也是200公克 这样就证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大小相等啦 哦 小树蛙懂了以后 狐狸猫又接着说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无法抵消的哦 这是因为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作用在不同的物体上 以刚刚的例子来说 作用力是在石头身上 而反作用力是在小树蛙身上 所以两个力无法互相抵消 小树蛙突然想到 当作用力停止时 反作用力是不是就会消失呢 狐狸猫笑着点头说 如果你不推石头 石头就不会产生让你向后滑的力啦 你看 我的手放在石头上这么久 都没有向后滑 狐狸猫继续解释烟火的例子 当烟火的引线燃烧时 会向下喷出大量的气体 烟火就是因为气体对烟火的反作用力 而升向空中 狐狸猫为了加深小树蛙的印象 和它比赛 谁能举出更多生活中 应用到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的例子 上周为了准备小树蛙的生日会 它们一起为气球充气 狐狸猫突然顽皮了起来 只见它先在吸管中穿了一根棉绳 把棉绳一端交给小树蛙拿着 它自己拿着另一端 接着 它又将冲饱器的气球 用长尾夹夹住 用胶带将气球粘在吸管上 准备好后 它突然大喊 被弹来啦 一边将气球上的长尾夹松开 只看到气球沿着棉绳直直地往前冲 吓了小树蛙一大跳 狐狸猫让小树蛙猜猜猜看 气球往前飞的原因是什么呢 小树蛙想了想 气球被松开后 气球内的气体快速向后喷出 而喷出的气体 也同时对气球施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 推动气球向前移动 回答完后 小树蛙也迫不及待分享它的例子 今年暑假时 它和狐狸猫参加的营队 有划船比赛 当时它们还得了冠军呢 现在回想起来 船可以向前移动 是因为当人使用桨 向后滑动时 桨对水失作用力 同时水也对桨失反作用力 使船向前推进 两人一来一往聊得正开心 狐狸猫又想到一个生活实力 这礼拜的游泳课 老师考了挖室15公尺 谁在最短的时间内游完15公尺 老师就请那个人喝饮料 游挖室时 手和脚向后拨水 凳水 并分别借由水 对手脚的反作用力 推动身体向前进 所以 游挖室也是应用作用力 与反作用力定律的例子 两人互相分享完后 狐狸猫帮小树挖 整理了今天所学到的几个重点 每个作用力 皆对应有一个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 当作用力停止时 反作用力即消失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两者无法互相抵消 最后 狐狸猫邀请荧幕前的你 和它一起来脑力激荡 试着想想看 如果没有反作用力 我们的生活 可能会发生哪些改变呢?